明明是食品广告却标榜可以降低发言反应 还有宣称可以调离子宫等夸大词句 通通都被卫生局依法开罚 台北市卫生局公布2023年违规广告查气成果 共开罚561件 拆罚5424万元 其中媒体类别以网络445件占79.3%最多 而网站违规广告则以公司官网275件最多 那我们这次统计我们财罚金额的一个前三名 第一名就是我们的七宝川有限公司 它被我们财罚的14件 累计财罚金额是380万 主要是它的产品拉贝暖工金翠银 它本身的食品的广告已经涉及到医疗效能 那财罚第二高的是我们的中华海洋生技 有限公司累计财罚的件数是5件 财罚金额是250万 那它的亥Q核易定小分子核藻糖胶 食品广告一样是讲到了医疗效能的部分 那第三名是包保国际有限公司 累计财罚的金额是136万 那有4件 主要是它的利保肝胶囊 它是药品 那它广告的内容 跟我们的一个广告核定奖的内容是不符的 那这些我们都已经是依法财罚了 那我们在分析我们违规广告的一个媒体的部分 那件数最多的是网络的部分有445件 大约是占了一个八成 那第二名的是电视有57件 大约是占一成 那第三名的是透过立牌 刊版海报传单等宣传物 总共有34件大约是6%左右 那在网络的部分呢 违规最多的是在公司的官网 有275件 财罚金额是25555万 那第二名是在Facebook 有42件 财罚金额是399万 那第三名是Instagram 有28件 财罚是233万 那另外像YouTube Line跟TikTok也分别 财罚了有8件 4件跟1件 那财罚金额呢 加起来是311万 卫生局进一部分析 违规食品广告已宣称 提升免疫力类 占第一位 共62件 违规化妆品广告已宣称 促进细胞活动或胶原蛋白增生类 共30件占第一位 那违规的食品广告 我们查期件数最多的是 宣称免疫力 提高免疫力的部分 那违规的件数有62件 大约是占了15.7% 然后第二名是美容化妆品 也有58件 大约是14.7% 那第三名是宣称减肥瘦身 有51件 大约是占了12.9% 那在化妆品的部分 违规持续最多的是促进细胞活动 或胶原蛋白增生 有30件是占了23.6% 然后第二名是宣称消炎消肿类 有29件是22.8% 那第三名是除皱除蚊类 有27件是21.3% 卫生局呼吁一般市售食品 仅供人体所需制营养素及热量 并不具备提升免疫力 皮肤美容等 涉及改变身体外观功效 更无法达到预防改善 或治疗疾病等医疗效能 民众切勿轻信使用夸大功效 或宣称疗效食品 以免健康权益受损 记者领席会议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